大家好 我是王天国 好 谢谢 谢谢大家 我上一集节目就被淘汰了嘛 被淘汰了 完了之后 我又被复活回来了 我就一下体会到了那些复读生的痛苦 就是经历了像高考失败这么大的挫折以后 还要咬着牙 重返战场 一边努力 一边别人嘲笑 有人说你这比喻不恰当啊 是吧 哪有人能上尽天良到这个地步 去嘲笑复读生 是吧 谁能干出这事 我就干过 我上高中的时候 就跟一个复读的大哥关系就特别的好 我就经常看他一个人坐在篮球场旁边 眼神空洞 一坐就是一个小时 我就跑去跟他聊天嘛 我说 你看啊 如果你能把这一个小时用在学习上 你也不至于复读 他听完之后就满脸悲愤地看着我 我还说呢 我说 你打这表情啊 你脸上的笑容呢 你的笑容去哪了 是不是被你曾经的同学带去大学了 现在我的脸上也很难有笑容了 我觉得这都是报应 真的都是报应 就我上次被淘汰之后 我心里压力太大了 我就觉得这个世界上再也没有人瞧得起我了 就被淘汰的那天晚上 我就做了个梦 就梦到我在会议室开会呢 忽然有个商务人士穿个西装 推门进来是吧 对着我说 你知道吗 蓝河绵羊奶新推出了成人奶粉 说完他就淋出这一箱奶粉 就面带微笑对我说 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人 喝这个能补充痒养还不长胖 你想喝吗 我说我太想喝了 快给我 他说你想喝自己买去 你一个淘汰学生 还有脸子人要奶喝 我的天哪 你复活了 人家给你复活了 你真有脸回来 你还要脸吗 我就说我说 对不起 那是我不对 对不对 你能不能这样允许我最后再念一遍广告语好不好 他说哎呀 行 难得你有这份心 来 你念吧 来 我给你起个头 他说好羊奶 我说选蓝河 他说可是蓝河再也不会选你了 我上次就是被痘痘和王勉联手淘汰的 比赛之前呢 我还跑去指导痘痘 我说咱们说脱口秀的 咱们脱口秀演员在舞台上 不要有太多的表演 你呀 你就是太多的肢体动作了 哎呀 一会儿演个这个 一会儿模仿个那个 谁爱看这玩儿 脱口秀要有内涵 脱口秀要有内容 听懂了吗 痘痘说 听懂了 然后他走上舞台 二话不说 光光一顿表演 比我多了三十多票 比完了赛之后我还跟他说 我说 你看吧 是不是只有三十个人爱看表演 就这个孩子就真的就不听我话的这个事儿 我就特别的生气 我回家之后我就越想越生气 我就抱了个表演班 我也不是说我不坚持自己 我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我最近就太忙了 等我忙完这一阵子 我再去学吉他 我就想嘛 肯定是我平时没有努力钻研脱口秀 最后被痘痘和王勉轻松淘汰 这也算是天谴 对吧 对我的天谴 我想明白了之后我就回家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起来我就被这个雷暴惊醒 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那么响的雷 就一个接一个的屁就给我吓坏了 我说不是说好了天谴吗 你怎么还天天谴呢 我说这个雷是冲着我来的吗 就不努力工作就有这么大的罪过吗 我就浑身颤抖啊 我就对着天空怒吼啊 我说昌天的你睁开眼睛看看 就其实就是王勉工作也不努力就是 就是你想我这么胖 你说你想把我劈倒 你怎么不得来个俩杀 你去劈王勉你去劈他 你就省雷对不对 后来会想不对 你说我怎么能这么对我的朋友呢 再说这封建迷信这也不能倡导啊 就真的如果大自然真的发生什么意外 就打雷就打雷真的要伤害到人 也千万不要伤害到王勉好不好 千万不要劈到王勉 不要劈到王勉 但是你可以就是围着他劈 就是对 就是围着他劈 就好像咱们以前小时候画画描边一样 就围着一圈一圈 咫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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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王勉再去街上溜洞的时候 背着吉特一出现 一路火光带闪电 我告诉你 周围人看路懵了 你这孩子周围怎么浑身 怎么怎么电视雷鸣 劈里啪啦 他是不是穿毛衣了他 我跟你说我也不是害他 我真的不是害他 我就这样坏人 就无法靠近他了嘛 对不对 就围着他就一直劈住 看他怎么创作 拿不可及的上台唱歌 看你声大还是雷声大 不是 我不累意思 不是 我不累气 这一串太牛哥 真是口气 其实我今天主要就是想 就是跟大家 主要还是想聊聊高好 我就想聊聊 因为我当年确实也没考好嘛 然后我就想就是人就是 面对挫折就一定要保持这个平常心 就这次比赛其实我也挺平常心的 我就想你说 我拿了两季的这个亚军了 然后这一季呢 我努力到头 我估计我还是拿一个亚军 就真的我接受这一切 就是我可以不拿冠军 就真的我接受不拿冠军 就我不拿冠军 那谁也别拿 不是不是那个 不是不是没有 我就是说我想说 就是我就想回想起来 就是我当时高考不是也没考好吗 就战胜困难的经验 到底是什么样 就我高考没考考 我经历了那么大的失败 我到底是怎么挺 我觉得到底怎么走出来 后来我就想 我到现在也没走出来 我必须得 我必须得走出来 我真的我必须得走出来 就是我以前就看到这个脱口秀演员 就在舞台上就发光发热燃烧自己 我就觉得 哎呀你们拼搏吧 我拼不动 我真的拼不动 我现在觉得 我拼得动了 我真的拼得动了 我就是等下次咱们再表演的时候 咱们就一起好好努力好不好 咱们就一起好好演 就你们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也在舞台上燃烧自己 我想跟你们就玉石俱焚 想必你们也看出来了 就是我被淘汰这件事 对我来说早就过去了 我只想说就是这个夜惊于琴 荒于戏 我的失败可以警示后来人 更要警示我自己 就是明年在我脱口秀比赛 我一定好好努力 真的再也不会被淘汰了 如果我再被淘汰 你记得还要复活我 谢谢大家